大家好平安 我是黃聰明醫師 今天晚上要幫大家開箱最近才剛過EUA的唾液快篩試劑 剛好我的女兒前一陣子居隔 明天要上學之前要跟老師傳一個快篩陰性的報告 所以我待會兒會跟我女兒一起來開箱這個唾液快篩試劑 那首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唾液快篩試劑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快篩的卡夾 第二個就是拿來吐口水的這一包 以及第三個就是吐完口水之後 有萃取液跟唾液混合之後 滴進卡夾裡面去做最後的檢測 大概有三包 會跟一般的咽喉試劑只有兩包是不太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跟咽喉快篩的差別 就是你找不到棉花棒 因為它不需要搓喉嚨 所以這裡面是沒有棉花棒的 小朋友如果很害怕不敢被搓鼻子的話 今天這個唾液快篩應該可以成為它的選擇 好的現在我們桌上有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快篩的包 另外一個是吐口水的塑膠袋 以及最後要拿來滴在我們的卡夾上面的這個試管 好 那第一步就是要把口水呢 滴進這個小小細細的管子裡 這個吐口水有一個秘訣 他說把這一個漏斗放在上面 那麼這樣吐口水的時候就可以比較準的吐進去 聽說要吐到這個管子的一半 好啦 女兒就交給你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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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吐口水聽說有很多種方法 那麼其中一種方法就是生喉嚨的口水 所以你要吐的時候就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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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吐口水的方法呢 減體應該是比較準確的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讓口水存留在你的舌頭下面 然後一次把它吐進去 那這樣的話當然速度比較快 尤其你腦袋如果想著 呃 這個 望眉止渴 想一些酸的東西 可能你的口水量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它裡面的減體 就裡面的這個病毒應該就會比較少 喔 好快喔 它已經吐到一半了耶 這樣應該夠了吧 這個畫面 喔 好噁喔 都是泡泡 好了 你 你可以去睡覺了 明天如果陽性我會再告訴你 好 那口水吐完之後 把這個漏斗取下來 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加上這個蓋子 這是方便讓我們把這個口水呢 滴進我們待會要使用的這個滴管 把這個飾管拆開 剩下的步驟就跟一般的快篩式技是差不多的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把口水滴進去 這個飾管看到上面有一個刻度 其實不用滴太多 滴到這個刻度滿就可以了 因為裡面本來就已經有萃取液了 那我們把口水跟萃取液混合之後 就可以拿來檢查了 那接下來根據說明書要把這個滴管 捏石下 那捏石下的目的是 讓唾液跟裡面的萃取液能夠混合 所謂的萃取液就是可以讓你的 這個假設有病毒的話 這個蛋白質能夠被分離出來 然後把裡面的一些其他雜質能夠分解掉 好 那捏石下之後 然後根據說明書收到靜置五分鐘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 時間到了 那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我們大家最期待的 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呢 就把簡體滴進這個卡架裡面 這個步驟就跟其他的快篩試劑其實是差不多的 我們把這個快篩試劑拿出來大概長這個樣子 好 那根據說明書低三滴就可以了 就跟一般的快篩試劑是一樣的做法 一滴 兩滴 三滴 那接下來就靜置十五分鐘 看看是一條線還是兩條線囉 那這個唾液的快篩試劑 跟一般咽喉快篩試劑比較起來呢 想當然耳裡面的抗原量是比較低 它的敏感度會稍微差一點 不過既然可以上市 就表示它的敏感度還是可接受的 大概都有九成以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病毒量很高的時候 尤其如果你已經有症狀有發燒的時候 那個病毒量一定不管是唾液或是咽喉快篩 應該都是陽性的 只有在那個病情很剛開始 可能病毒量還不夠 或者是你已經病成快尾聲 病毒量很少的時候 也許唾液試劑會比較呈現所謂的尾陰性 不過那個時候病毒量那麼少 當然傳染力也相對是比較低了 好最後結果我的女兒 今天是陰性 所以她明天可以去上學了 今天這個唾液快篩開箱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記得按讚訂閱 和開小鈴鐺 黃松的醫師健康講堂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你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